是什么原因让郭文贵跟闫丽梦反目成仇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收看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在今天的经纬点评当中 要跟各位来谈的是一个 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闫丽梦跟郭文贵 那首先我们要讲到 是最近有媒体做出了报道 话说2020年的4月份 当时在香港大学 H5实验室工作的闫丽梦 跳出来 跟所有的媒体说 证实他们知道 武汉病毒实验室 病毒外泄是有计划的 当然点点滴滴 当时他讲了很多 为了保护他的生命 不受到威胁 当时郭文贵听说用头等舱 把闫丽梦就快点接到美国去了 他就入境美国了 逃过等于中国官方的逮捕 追捕之类的就跑掉了 当然他到了美国之后 闫丽梦当时跟郭文贵也见了面 在视频上面可以看出来 郭文贵号称当时称呼闫丽梦叫女神 欢迎女神来两个互相握手寒暄 看得出来那种关系非常的紧密 因为毕竟来讲在闫丽梦跳出来爆料之前 做吹哨人的时候 实际上郭文贵给他很大的支持 好 这个事件就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多 大概大家也忘了 中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班农被逮捕 在大选前被逮捕 后来涉及美墨边界什么贪污什么之类的 后来又被算是总统特赦特朗普特赦 这个我们后面再讲 但讲最新的消息是这样 据说现在这个媒体报道 闫丽梦跟他原来在去年 两个心心相惜的好友郭文贵翻脸了 翻脸的结果听说两个在隔空对骂 这个闫丽梦说 郭文贵是一个善于操弄人心 金鱼谎言和夸张表演的人 而且郭文贵是一只鸭子食吃贪婪太丑恶 当然就描述着郭文贵 郭文贵就回敬他说 骂这个闫丽梦是蛇精炎 就闫丽梦的炎 蛇精炎 然后蛇妖炎 还说炎是江湖骗子 还讲了一大堆关于闫丽梦 这种个人生活一些不太能听的话了 这边就简略跳过 这就让人很好奇 当时号称整个武汉新冠病毒事发 当时对那个事情来龙去脉非常了解的严厉梦 为什么到最后跟郭文贵反目成仇 当然有一个说法是因为当时郭文贵在承诺严厉梦 许多优惑的条件 第一让你来到美国 对不对 我公司股份给你 还有巨额的这些生活费 我也给你 帮你安排工作 然后对你就是简单的讲 就是说你只要跳出来 说真话 我就给你衣食无忧了 就包了 现在看起来大概是可能没有兑现 所以两个人到最后现在看起来是隔空 对话看起来都不太的友善 当然严厉梦回头来讲 他是在2014年加入香港大学的公共卫生室的实验室工作 2014年 当时据事后港大的公共卫生实验室的人员表示说 他们会聘雇严厉梦 并不是因为他是病毒学专家 或是什么专家 因为严厉梦本身 这个是在国内读了一个眼科博士 他是1983年生的 后来在中国读了一个眼科博士 他2014年加入港大公共卫生实验室的时候 他是因为有在动物实验室工作的经验 因为动物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动物 要怎么去解剖什么这些 这个要有经验的人做 他是因为这个资历被雇进去做什么 研究助理 不是那种主任机 还只是研究助理 并不是整个项目的什么某某一个项目的负责人 好 那当然到了2020年 这个在19年底到20年初这一段时间 这个在武汉发生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 对不对 那到4月份 20年4月 去年4月 这严厉梦就出来了 当然有人讲是 严厉梦的这个出来 是当时有一个在网路上很有名的 叫路德王定刚 他去跟严厉梦接了头 接了头之后 这严厉梦就出来了 就开始讲了 讲了很多 接受西方媒体访问 因为4月份之后 他不坐头等舱到了美国吗 如今美国之后 他们就安排 接受很多媒体访问 其中最多的是福斯电视台 对不对 这是特朗普最喜欢的电视台 福斯电视台 因为我们算一下 20年的4月份去了 对不对 那当然来说 这个实际上整个事态的发展 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那一年是美国非常关键的一年 就是这个大选年 大选年 当然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这个发展 对于这个整个局势来讲 都有巨大的影响 可能会左右一些选民 对于政党的候选人的支持态度 那当然我们知道 在2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实际上是最后是非常的焦灼 两边都七千多万票 那特朗普原来是 其实呼声很高 拜登迎面不大 但是到最后 这个拜登虽然 这个当时有很多爆料 对不对 那种抹黑 说拜登的儿子跟中国做生意 拜登的儿子跟乱伦 跟大嫂有什么关系 甚至说拜登的儿子 跟欧巴马的女儿 反正这种就谣言满天飞 好 当然来讲 现在还有没有人讲 各位就知道假新闻在那时候 真的是多到不行 好 但严厉梦的出来 不断的接受访问 把中国武汉病毒实验室 制造新冠病毒这件事情 算是一个落实 这没有人查证的情况之下 在第一时间有人跳出来 说我知道 对不对 当时香港港大实验室的负责人 叫严厉梦说的 叫我 不要管太多事情 少说话 免得惹祸上身 因为他们要毁灭证据 什么之类的 我想港大跟武汉 他们之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 或是怎么样 反正严厉梦言之早早 后来去了美国 天天上电视 很忙 郭文贵就安排了很多电视台 因为这种东西对媒体来讲 第一大选年 第二中国 第三新冠病毒 这个多热的话题 各位回想一下去年 每天听说特朗普那时候在白宫 开新闻发布会 讲新冠病毒 如何防疫 他一开开一两个钟头 没完没了 在那边自吹自雷这样 连记者都说提问 他都不让人家提问 他就自己一直在那里讲 后来实在是大家都受不了 他稍稍收敛一点 但是看得出来在选举的时候 这种话题就是炒作 太好的题材了 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题材 好 当然 郭文贵也不能否认 他在右翼当中 这个极右翼当中 还是很多人站在他那一边 据说他成立一个叫GTV电视台 电视台 可能在网路上 网路上的并不是真正的像一般电视台 他可以集资3亿美金 他的占有之家 集资了3亿美金 当然在这个节骨眼上 大概前两周 这个闫丽梦又接受福祉电视台访问的时候 就跟福祉电视台的媒体说 现在中国已经派他的先生 来到了美国 要逮捕他 把他带回中国接受审判 因为说当初他在香港要走的时候 他先生阻止他 甚至下毒 不让他去美国 这个听起来也挺劲爆的 但是如果真的要抓闫丽梦 为什么派他先生去呢 对不对 派几个什么007级的这种人就好了吗 对不对 就不认识的人去抓才比较好 抓派个认识的人 他不是跑得快吗 也搞不清楚 反正现在这个简直是感觉到 整个闫丽梦在国际学术地位上是完蛋了 因为他后来去美国还发表一个论文 这个论文当然就在这里面讲了一大堆理由 认为新冠病毒是从武汉实验室来的 当然这个病理学家也不是很多 也不是只有他一个 对不对 一堆人做病理学专家非常多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病毒学专家 博士级别的 在美国政府机构很多大学里面 学术地位非常高的 叫安吉拉拉斯莫森 他就看完这篇论文之后 他的形容词是什么 桌里面是非常的空虚 杜撰 然后意思就是简单的讲 这个论文瞎掰的 对不对 掰出来的 根本没有学术理论 这个学术理论的文章 论文不是能这样乱写的 你要有实验室数据 要这个这个那个那个 对不对 你才能把这个病毒跟这个病毒 这个病毒之间的关系 讲得清楚 外行人看不懂的时候会觉得 原来是真的吗 但内行人一看乱扯 对不对 出来的人很多 好多我都举例举不完 大家都跳出来说 这篇论文看起来 胡说八道 在这画面画面上这位女士就是安吉拉 那当然对安吉拉来说 这个他们实际上现在科学家一直也在研究新冠病毒 因为新冠病毒本身也在变异从去年到现在不断的变异不断的变异 那大家科学家方面还在研究到底怎么样去透过疫苗或是怎么样来防止新冠病毒继续试炼 对不对 各位回想一下 你想从去年出到现在哇一年半了整个人类因为新冠病毒改变太多了 但是站在这个美国右翼的这个声音当中对于这件事情又来了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 美国大选不是去年已经结束了吗 但是各位注意到在明年的这个2022年美国国会 美国国会会有一次中期选举就其中选举 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现在民主党在整个国会当中大概是众议院多大概实习 参议院5050 关键的就是议长副总统这个那一票 所以理论上民主党不是绝对压倒性的优势 如果在这个其中选举选完之后 这个万一共和党变多数 那这个民主党的拜登不是就后面都不要做事了 这个他的所有的命令到国会 对不对 要立法过不了 你这总统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所以对拜登来讲 这次选举很重要 但是对特朗普来讲 更重要能不能东山再起 就看这一仗能不能翻身 要是其中选举 共和党赢了对不对 2024年把拜登拉下台 特朗普又有多了几分胜算了 对不对 所以听说最近特朗普把这个幕僚又找回来了 哪些人呢 2016年的那批班底都回来了 其中的这个关键人物 这个Steven班农 对不对 班农来了 回来了 归队了 当然班农 各位还记得在去年的时候 遭到了FBI逮捕 对不对 在郭文贵的游艇上 那现在的他 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敬畏点评 我们一会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经纬点评 我是David 郑经纬 今天跟各位谈的是 这个就是郭文贵跟严丽梦 那还有这个Steven班农 那当然来讲 各位在电视画面上看到的这栋房屋 坐落在美国纽约最贵的曼哈坦区 门牌号码162号 东64街 价值在市场的挂牌价 5000万美金 如果你有5000万美金 你可以考虑一下 这栋六层建筑 里面有六个大卧室 还有办公区在一二楼 上面是生活区 非常漂亮 门口还有警卫 那更经典的是 还挂了一个大牌子 上面写的是什么 喜马拉雅大使馆 喜马拉雅大使馆 那这是哪呢 这个目前郭文贵就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那这个房子实际上 距离中央公园很近 走两步就到了 非常近 地点非常棒 5000万美金 那实际上这栋房子 现在的拥有者 目前在资料上看来 是一个 因为郭文贵曾经跟人家讲说 这他家 他买的是他家 但是在我们查到的资料上面 看得出来 这栋房子目前是阿根廷的 这个在阿根廷的第二大富豪 爱德华欧内克安 爱德华欧内克安 那爱德华呢 他当年是在阿根廷最早做牛羊肉 后来做交通事业 媒体 反正有钱人 有些人说他的身家 大概18亿美金 他实际上在2015年的时候 爱德华欧内克安就来到美国 买了这栋楼 当这栋楼很旧 他就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设计师 帮他设计 装修 听说外面各位看到玻璃的部分 几乎全部是防弹剥离 德国 德国座 你可以看到晚上看到里面有人什么什么 你开枪那个子弹打不进去的 很厉害的 更不要说里面那种现代感居家的画面 非常棒 那当然来讲2015年的装修之后 这个亿万富翁的装修 那终于这个大概装了快一年多 装修完毕之后 他就挂牌在市场上要卖 当时开价5000万美金 但是还没卖掉了 没有多久 这个郭文贵就搬进去住了 那后来跟这个闫丽梦见面 跟这个班农在那边 常常不是做很多视频 在哪 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在刚刚讲的162号东64街 那这个甚至在附近的民众都觉得 这栋楼门口永远都有警卫 带着耳机 在这巡逻 保安 保安人员走来走去 对不对 门口挂一个大牌子 写喜马拉雅大使馆 然后还会看到 常常会有一个四五辆 这个黑头车 就是车队 刷来了 停在这门口 然后每个车上前面还挂旗帜 是什么 新中国联邦的一个旗帜 说这些人看起来都像 这邻居比较八卦 说这些人看起来都很神秘 而且像大人物 因为大人物才要出门要五部车 都有保镖这些 对不对 阵仗很大 但有人曾经看过 有一位亚裔男士 穿着什么红色外套 绿色丝巾围着脖子上 据称很像郭先生 好 那这个不八卦了 但整体来讲 这栋楼现在成为很多媒体关注的焦点 因为我们觉得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到底这个郭文贵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当然做媒体要有这种查证 我们就查出来 而且听说现在 这个曾经有这个媒体 希望去采访 但警卫都会阻止 这个媒体跟这个里面的工作人员 讲话 阻止 不准 你不准问他们 叫这些媒体走开 走开一点 好 所以这个到底 阿根廷的这个首副 二副 第二副有 跟这个郭是什么关系 因为在这个查到的这个2019年的时候 曾经在这个富翁欧内克安的这个帐上 收到了一笔32万的租金 这个一笔钱 是哪个给的呢 是郭氏家族基金会 给了这个32万 付的这栋楼 是不是这栋楼的他也没住名 那当然 现在这个也看得出来 在我们刚刚前面讲 随着时间的发展 特朗普要回归这件事情 是非常的重要 而且是已经看得出来 特朗普现在正在酝酿 现在是21年 因为22年要选举 他在酝酿 他也已经有这种 其实也不奇怪 因为从他卸任的时候 对不对 你看那心不甘情不愿 也不参加 这个拜登就职典礼 一大早坐着飞机就回家了 还坐空军一号 利用那最后几分钟 因为只要拜登一宣示 总统就不是他了 但之前他还是有权利 用空军一号 一大早八点多 带着老婆家人就离开白宫 这个历史上很罕见的 好他就跑了 他其实不甘心 后来之前不是冲国会那件事情 一月多冲国会 现在抓了四五百人要出庭 有人说这是美国历史上 最大的单一案件 罪犯最多的一次 被起诉最多的一次 以前比如说抢银行 对不对 最多七八个人 怎么会弄几百个人冲国会呢 对不对 而且这些人当然要分开审判 所以这时候现在特朗普在准备 他就找到他的顾问叫米勒 这个米勒出来 帮他做了一个叫社群网站 各位看到这个叫g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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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大家都知道为什么要做一个社交网站因为理论上推特私上一大堆社交网站通通不准特朗普上 尤其推特好像永久禁止 Facebook也是 因为觉得他在上面煽动 对不对 这些数字大亨 怕死了快点划清界限 所以特朗普不甘心 就叫他的前顾问米勒 也是他的后来的发言人 出来搞了一个Gate 那当然这个是不是很轰动 查证结果到目前下载这个APP的人 大概1000多人 1000多人 1000多人下载 当然这个里面 他整个在设网站这些资金 也是来自郭氏家族基金会的支持 下载量当然不多 但原先希望如果Gate能够像推特一样 特朗普上来一讲话 大家又能够 因为毕竟来讲美国可不能否认 在2020年国会大选之后 总统大选之后 实际上支持特朗普的右翼7000多万人当中 还是有很多人不死心 都相信特朗普一直认为拜登作弊这件事情 至今虽然很多地方法院拜登特朗普到处去抗告 说这里舞弊这里舞弊这里舞弊 但都被驳回 拜登最后就削施当美国总统 差一点 现在还有人出书说当时拜登甚至想什么 特朗普曾经想政变 你就知道特朗普当时多不甘愿交这个总统的位置 他能搞政变 军人不支持 对不对 军人说不能干这种事 他本来叫军人政报 顺便叫政变 然后以国家什么动乱 就停止宣誓 他继续当总统 军人根本不答应 那这一次他要搞社群网站也没成功 那但他会死心吗 不会 因为各位记得当就是去年的时候 班农不是在郭文贵的船上被抓 当时涉及美墨边界 美墨边界当时特朗普一上台说要做边界 不让墨西哥人跑到美国来 然后班农就找了一个什么退伍美国军人 双腿断掉什么弄了几个人 大概连他五个人 就在网站上招募募款 募款募了多少 2500万 但私底下他跟那些人都讲好 我给你多少钱 你们等于是替我站台了 就是来帮我邀货捐款 当然这个里面就有一点违法 违法在哪 就是说理论上来讲 你这个募款你必须真的拿去盖围墙 对不对 你们不能买什么好车 游艇住豪宅都拿这些捐款 那你就不对了 对不对 好 那当然班农被起诉 特朗普在最后下台前 用他总统的权力特赦的一百多人当中 有班农 班农被特赦了 刚刚上周吧 美国联邦法院检察官 虽然总统特赦 但也对原来 这个班农的起诉撤回 那个检察官撤回的时候说了一句话 语重心长 他说班农 虽然从头到尾没有认罪 特朗普也用总统的职权 给他特赦 但是在法律上来说 如果他没有罪 总统为什么要给他特赦 这样就足够了 那因为现在总统已经特赦他了 你再起诉他 其实有一定难度了 所以检察官那四个还是有罪 继续起诉 班农的部分撤掉 你就知道美国在很多司法体制上 行政力的介入 让原来能够超然的司法系统 也无语 所以检察官最后要讲那一段话 其实是心中真的是 对不对 骂了半天 然后要说他不认罪 但总统特赦他就代表他有罪 不然干嘛要特赦 如果真的无罪干嘛要特赦 所以他说我撤回 他还是胜利 司法还是胜利 所以看得出来这个真黑暗 好 那当然现在最大的问题 最大问题 就说特朗普现在目前面对最大的问题 是班农跟他的女婿库斯纳死对头 班农当初离开特朗普的团队 因为大选2016年的时候选完 对不对 各位我曾经讲 在那个开票当天晚上宣布胜利的时候 对不对 群众在台下三万人 然后特朗普跑上台带着家人 他最后一直跟台下招手 叫一个人 说你一定要来一定要来 那人谁 班农 班农在那下面 谢谢 咬得不上 他是他的智囊中的智囊 为什么 因为班农那时候 听说给特朗普出点子 说怎么赢 我们右翼搞极端右翼一定赢 就赢了 今天的班农 是不是真的能够把特朗普搬上去 实际上必须讲一句真话 特朗普的上台 让如今的世界 左右的矛盾更加的深化 我看他们也应该好好想想未来该怎么走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也欢迎各位在下方留言表达您的观点好吗 那我们就明天准时空中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